開判人員先叫出來 那慢慢要習慣 以後很多工作如果重複性很高的 那你就可以把整個動作錄下來 不過錄製聚集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好先彩排一下 第一個哪些動作先做熟練再開始 否則會錄下一些不應該錄的東西 因為只要你每個動作 他都會幫你自動寫出程式 自動寫出VBA程式 所以錄製聚集其實算是還蠻大的特色 因為很多你學其他語言像R、Python 你不會就是不會 沒有程式就是沒有程式 但是VBA它可以幫你錄製出你要的程式 所以有些部分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先用錄製的 那只是說錄完之後 你可能還是可以再做修改 怎麼做 一假設我要先錄製 不過特別重要 你游標記得不要直接就停在這邊 記得要停外面 為什麼 因為你要點一下 它才會錄一行 哪一個呢 它會錄這個儲存格被選取 Range哪一個呢 Range 1 4.slater 然後你就把它打個勾 然後打勾向下填滿 完成 所以步驟我先大概說一下 那我們來實際上錄製 1.按下錄製去期 2.輸入那個名稱 也許我叫手機號碼串接 那名稱你自己取一下 反正我們公用是把它的手機號碼串在一起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錄下確定的話 你待會所做的所有的動作 都會被產生程式 所以1 記得喔 1.游標放在這個上面 那記得啦 先不要把公式刪掉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直接 游標放上面打個勾 它會自己幫你錄程式 OK 不然的話你要重新打 那你可能會打錯 你乾脆先做有沒有先游 不用刪掉 它等於是 因為錄製實際上 只是要把公式放進去而已 3的話呢 向下填滿 完成了 所以 所以記得喔 剛剛做的3個 1.放進去 2.打勾 3.向下填滿 3個動作而已喔 不要太多 其他無謂的動作不要做 不然你只要做的任何動作 都會變成程式 好了 記得按停止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第二個是清除 所以清除的話 我們兩個按鈕 一個是按下去自動產生 第二個按鈕是按下去自動清除 所以接下來喔 要錄製第二個 按下它 然後名稱叫手機 手機號碼清除好了 也許就是 後面把它改一個名稱好了 這邊叫清除 那名稱不能一樣喔 一樣的話 它就會造成衝突 就會問你要不要取代掉 不能一樣 好 那名稱你不一定要取這個 你自己可以取別的名稱 OK 好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一樣喔 就開始錄了 你要做什麼呢 1.游標放這邊 那我要把這邊範圍全部選起來 對不對 我建議喔 你不要用滑鼠這樣往下選 因為你可能會選 它會錄很多什麼 所以建議是用快速鍵 這一欄整個往下選應該會吧 Ctrl Shift 按住之後按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特別重要 這還蠻重要的喔 這樣全選了 Ctrl Shift 向下 這個很重要快速鍵喔 不過我發現還是有很多人 不會用這種快速鍵喔 再選 這樣很容易大範圍你會選超過 所以常常看到有人在那邊拉來拉去 拉來拉去 過頭了又拉回去喔 OK 所以記得用Ctrl Shift 向下 但如果你有整個範圍 Ctrl Shift 向右再向下 那就全選 OK 再來就按Delete 好 錄完了 所以也是三個動 1 放那邊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 好 然後呢 停止錄製 那我要怎麼執行呢 記得喔 聚集裡面 會出現有手機號碼串接 這邊有執行 你可以執行它 執行了 剛剛清楚 按錯了 聚集有沒有 清楚執行 就OK了 但是喔 你想說 老師那 在這邊好像有點麻煩耶 我們每次要點這邊 我可不可以乾脆 直接就 就在旁邊增加兩個按鈕 這樣感覺會更方便 對不對 那要怎麼做呢 記得喔 旁邊在開發人員裡面 一樣喔 錄製聚集的隔壁這邊喔 大概隔壁隔壁 這邊喔 插入有沒有 你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 插入有一個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那有兩個 記得選上面這一個 因為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下面這個比較複雜 它要寫一些程式 上面這個不用寫程式 按下它 請你拖拉 從左上到右下 像那個小畫家啦 那個Photoshop那個一樣 拖拉一個大小適中的按鈕 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放開之後 它會問你說 請問你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執行哪一個 你剛剛錄的聚集 就這一個 那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上面的名稱 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這個名稱呢 因為你按下確定之後 它上面會叫按鈕1 那這樣按鈕1怪怪的 所以怎麼樣 把按鈕1 剛剛不是有複製 貼上比較好 好像可以懂那個道理 然後呢 再一樣的方法 再產生第二個 清除 一樣嘛 不就又一個了 然後就直接貼上 好 大功告成 OK 應該懂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那個 要很細心 然後錄製聚集 這個 以後沒事的話 在上班的時候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那件事情 你就每天都試著練習錄製聚集 因為後面我們還有蠻多地方會用到 因為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但是你會錄吧 錄完之後你會產生按鈕 但是喔 這個產生的只會是固定的 接下來你又要學習怎麼改 不過改後面我們再看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1.開發人員錄製 那動作有三個 不多不少 如果你實在沒信心或忘記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 都有剛剛的畫面 所以你往下捲動 大概在第六個page 第六頁這邊 如何錄製聚集 剛剛的動作這邊都有 我剛剛做的 我其實有把它拍照 之前有拍過了 然後步驟這邊我也都有加 1 2 3 有沒有清除在這裡 串接跟清除 1 2 3 這邊都有 再來就是加按鈕 試一下 ok